開鍋了啊 湯汁全撒出來了 昨天這豬肉都沒吃完 想著今天還能再吃一頓啊 昨天我就吃了兩塊 哎呀 這個豬稍微太重了 今天我放了一點這個白菜 看看能不能蓋一蓋啊 看就想不明白了 為什麼這次燉的這個豬骨頭 這個燒味那麼重呢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為啥呢 我平時我煮肉我也不焯水啊 它也沒有這種味道呀 雖然這個肉有時候弄的不是很乾淨對吧 但是吃出來用火鍋底料 用這個聖姜 那煮出來之後就沒有意味 就是光肉香味 這次吃就不一樣 你現在聞聞 嗯 還有這個味道呢 難道是有人在這個大骨頭上面撒個料嗎 這也不太可能呀 是吧 所以這一塊啊 百思不得其解啊 今天這小風 嗖嗖的冷 這門還開著呢 那現在關個門 關門吃飯 這每天 這每天這一覺睡醒 就睡到了十點鐘 啊 有些人說 我在廣西的時候 跟著九哥 學九哥說話 跟著這大哥來了這邊 學大哥說話 啊 那句話怎麼說著 這一覺睡醒十點多鐘了 吃個小飯 喝點小酒 怪自哦 嘿嘿嘿嘿 是吧 高臉飲料喝吧 今天就不喝啤酒了 今天就不喝啤酒了 確實胖狠啊 你看我這臉 哎呀 倒一杯小橙汁啊 喝一喝 哎呀 這慢生活過得也蠻好的啊 就是這睡覺還是有點不舒服的 哎呀 昨天晚上睡覺 動的那個腳冷 然後那個手冷 他這個腰這一塊 就感覺很不舒服 這咋回事呢 今天 幫這個氣墊的話 再弄吧弄吧 或者是給我這前面這一塊 墊高一點 讓它斜過來 我覺得這樣的話 可能我這腰這裡就不會那麼痛了 以前沒有這麼感覺啊 就是這幾次睡了之後 天天感覺是腰疼 啊 哎呀 開吃啊 哎呀 看看 看看這青菜怎麼樣啊 別說啊 這個青菜還挺便宜的 啊 是八毛錢一斤 可以吧 還是上海青 小青菜 我之前在 廣西 嗯 像這個季節的這個青菜 貴得很 都都四五塊錢一斤 所以說每個地方 它這個物價呀 其他方面都都是不一樣的 那 今年我也去了不少地方 今年去了 山東 那 江蘇江蘇咱就不說了啊 然後安歸 然後安歸 對吧 然後還有那個 河 荷蘭 那 然後廣西 對吧 也去了好多的地方 嗯 包括就坐火車 那 各方面的又轉了一圈 啊 就是 就是 在廣西跟江蘇這邊 待的時間比較長 啊 上半年就是 嗯 八月份之前吧 應該說是七月份之前 一直在廣西待的 啊 七月份以後呢 到現在的話 一直在江蘇這邊待著的 啊 就是說白了 還是天氣冷 天氣要不冷的話 每天看這三輪車 雖然咱這車出不了江蘇 對吧 但是每天 換不同的錄音地啊 啊 然後錄錄音 做做飯 小生活過得也 也蠻舒服的 是吧 就是因為這個天冷了之後 啊 我的車車裡小 空間太小了 對吧 所以說過兩年呢 我是想買個麵包車的 但關鍵是現在這個 前男政啊 哈哈 吃完吃吃吧 我到現在就剩四百塊錢 多一封沒有啊 咱很多人很多老鐵很好奇 我這個 這個吃喝的錢哪來的啊 這個吃喝的錢的話 這個吃喝的錢的話 主要是說我 不怎麼直播啊 也有些人都喜歡 嘲諷我 說你直播你 沒有人給你刷禮物啊 所以你不直播 那不是那個米 你知道吧 我直播呢 我只是說 跟大家交個朋友 對吧 我在拿米啊 聊聊天 哎 感覺挺好的 是吧 咱拍拍視頻 每天掙個 三塊五塊 三十五十的 夠吃個飯就行了 掙那麼多的錢 反而有負擔 你知道嗎 你今天掙了 三十 你明天想掙五十 你掙了五十 就是想掙一百 對不對 人的慾望 它是 啊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的 所以我呢 就是 過好眼前就行了 對吧 每天有口吃的 哎 偶爾 在開菜直播 聊聊天 這也挺好的啊 也是一種 不一樣的生活吧 是吧 所以每個人 他他那種 處境不一樣 他的想法也不一樣啊 你像我這種 這種想法的話 也挺好的 對吧 一人吃飽 全家不餓 那 反正咱也是 沒有什麼依靠啊 說白了 咱的依靠的話 都是咱們這些 諷刺對吧 老鐵啊 啊 包括當地的人啊 對吧 心都挺好的 所以說 很多人說我 為什麼 不回家呀 或者是幹嘛了呀 咱這個條件的話 這是四海為家 你知道吧 啊 走到哪裡 他就這樣啊 有些人呢 說我什麼 怎麼講呢 那 有些人說我沒有上進心 什麼 劇場裡面 不去打工 對吧 不去幹外賣啊 天天這樣 有什麼意思 那你說 劇場裡面上班 我又不是沒幹過 是吧 每天12個小時 在裡面熬著 掙個三五千塊錢 對不對 你算一個月 就算你掙五千塊錢 你奉奪個二十年 你也買不起房子 你有什麼意思呢 你奉奪二十年 你娶不起媳婦 你有什麼意思呢 你奉奪二十年 你成一個糟老頭的 沒錢 沒房的 你有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你在場裡面 白半夜半兩半倒 你身體也熬垮了 是不是 你有什麼意思呢 到時候 你可能是 二十年 掙的二十年的錢 到了六十歲 你都要償還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想開就好了 我 對不對 我出來 我旅旅旅遊 我玩一玩 交識一下當地的朋友啊 對不對 然後逛一逛 釣釣魚啊 我覺得就蠻好 人生嘛 他就是這樣 過得舒服就行了 你何必去遭那個罪呢 對不對 我說白了 咱要是有那個條件 對吧 或者是有那個能力 那誰不想 去找一份好工作 對不對 去幹呢 你沒有那個能力的 前提下 你就要接受 對不對 你就要去感悟 你就要懂得去享受 啊 享受的同時情況下 對不對 咱們 不做違法的事情 是吧 咱們 到哪裡啊 不能說是讓人討厭 最起碼的 對吧 就讓人覺得還可以 對不對 就行了啊 人生 就是這樣 很多人說 人生的起點不一樣 有些人 就站在高點 有些人站在低點 你瘋了一輩子 你也站不到那個高點去 對不對 有些人 一生下來就是千萬福 可能他每天吃喝玩樂 他一輩子他就吃喝玩樂 然後去 然後有點錢 存個銀行啊 對不對 錢生錢 那我們這瘋了 瘋了一輩子 封到十輩子 可能都掙不上這一千萬 難道你 難道你就拼命的去 不要命的去掙啊 你去掙十代 你不可能的 是吧 你過好眼前就行了 咱們不去攀比 主要是舒服就行了 很多人說我這樣生活怎麼樣 我覺得蠻舒服的 我覺得蠻滋潤的 我每天 是吧 是買買菜做做飯 住住帳篷 啊 有錢了就 以後買個麵包車 沒有錢過安年 對吧 實在不行 但其實這三輪車 再出來唄 是吧 誰能想到下一步是幹嘛的呢 那過得瘋灑就行了啊 嗯 真的啊 這個 稍微確實重啊 給狗吃吧 吃了一嘴 啊 啊 啊